文奇书 序 627 PGE 本季第一高地上 太祖高皇帝会道成 自少博 姓萧氏 小慧豆浆 汉相国 萧和二十四世孙也 和子暂定侯颜申氏中标 标申功夫愿章 张生昊 昊生养 养生玉史大夫望之 望之生光露大夫玉 玉 生玉史中尘少 少生光露熏红 红生既阴太守产 产生无俊态 守永 永生中山香包 包生博士周 周生蛇丘长脚 脚生周从 世魁 魁生孝莲修 修生广陵府城报 报生太中代府邑 义生 怀英令枕 枕生及秋令眷 眷生府国参军岳子 宋生明二年久 岳赠太长 生黄考 萧和居配 世中标免官居东海蓝陵县中兜香兜兜礼 靖元 康元年 分东海为蓝陵郡 中朝乱 怀英令枕自宫崎 过江居 靖陵武进县之东城里 玉居江左者 皆乔治本土 家以南明 于是为南蓝陵蓝陵人也 黄考慧臣之 自四伯 少有大志 财力过人 宗人丹阳影 摩之 北衍周四十元之并剑之众 初为剑威府参军 一溪中 蜀贼乔纵出平 黄考千阳武将军 安顾问山二郡太守 善于随 辅 袁家出 喜为武裂将军 济南太守 七年 又将军到燕之 北伐大败 鲁城胜破清不诸郡国 别帅安平宫以瞻眷寇济南 黄考律数百人巨战 退之 鲁重大吉 黄考驶衍兵开城门 重 剑曰 贼重我寡 何轻敌之圣 黄考曰 今日选手穷成 是以为吉 若负示弱 必为所图 为当剑强呆之耳 鲁夷有 批之耳 扶兵 遂隐去 青州刺始销私化玉伟镇保险 黄考顾剑不从 私化师巨溃走 明年 真南大将军谈道继于受张转战班师 华台现末 演 周刺始竹林秀抵罪 宋文帝以黄考有权臣之功 首书与都赌偿 沙王一心曰 臣之李明执意不再武干后 今已为演周刺始 谭真南详之 黄考语道继无诉故 适遂请 千辅国阵北中兵 参军 原外郎 十年 萧丝化为梁州刺始 黄考为齐恒也服司马 汉中泰 首 滴帅扬南当寇汉川 梁州刺始真法护器沉走 丝化至襄阳 不敬 黄考清军前行 宫滴为卫星太首削剑于黄金山 可知 无妙子